为了不给保志玲丢脸面 黄飞红当即猛灌一口红酒 准备使出醉拳打败恶霸 见他一瓶不够 小妈连忙又扔出两瓶 黄飞红接下后 则是一口气灌了下去 很快两瓶酒下毒 使得黄飞红有了一点罪意 随即轻松两招 就将几个恶霸打倒 可当他面对更厉害的恶霸时 却还是能被对方一脚踢出竖拟 听到这话 小妈当即抄起一瓶五十年的白蓝帝 直接扔给了黄飞红 果然这一瓶烈酒喝完 黄飞红立马就来了感觉 随即便打出一套醉八仙拳法 看到黄飞红的挑衅 恶霸再次上前 却被对方轻松击退 紧接着黄飞红又使出剩下七招 一会儿功夫 就将众人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眼看自己不是对手 恶霸们便想趁机逃走 可此时的黄飞红醉意正胜 并不想就此收手 于是他连忙起身追了上去 恰在此时 黄其英敢来 看到儿子正在和别人打架 他立马上前 想要制止对方 然而黄飞红却是越打越兴奋 以至于到了神志不清的地面 就连面对黄其英 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大胆出手 好在黄其英老当一壮 很快便将他反制 等黄飞红认出自己 黄其英便命人将其架回宝之灵 开始一顿家法伺候 原来黄其英一直阻拦黄飞红 用醉拳跟人打架 就是因为每次打出醉拳之前 都需要先喝得鸣顶大醉 再利用醉意打破武学定力 只有这样 才能将醉拳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可是要想把酒喝得刚刚好 既不会不省人事 又能达到醉拳合适的酒量 这并非一见一识 黄飞红生性佛陀 平时还喜欢多管闲事 一到关键时刻就说不住 所以控制酒量对于他来说 更是难上加难 他这次当街和人打架 便是如此 就在几天前 黄其英带着黄飞红二人 从东北买人参回来 不料上火车前 却被北洋军阀拦下 并要求他们将贵重物品报关 为了逃过人参高昂的关税 黄飞红便趁众人不注意 将其放进了英国人的行李中 就这样 黄飞红等人成功逃过关税 顺利坐上了火车 等火车开到下一站 黄飞红和鸡骨草二人 便一要下车凑热闹为由 瞒过黄其英来到头等车厢 想趁机拿回人参 却不料两人因为穿着高速 被门口的守卫赶了出去 眼看直接进去行不通 黄飞红便借来一群鸡鸭 故意制造混乱 在顺势来到英国人放行李的车厢 不曾想他刚一开门 就看到了一个小偷也在此地 黄飞红本想将其抓住 却被对方一个巴掌打退 因为不想惹麻烦 所以黄飞红找到人参后便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守卫的声音 无奈之下 黄飞红只得爬出窗外 恰巧小偷也没走远 为了将刚刚的巴掌还回去 两人展开了一阵追逐 随后二人来到火车底下 其料小偷的武器竟藏在此处 紧接着他便取下红银枪 对着黄飞红就是一顿猛攻 走狗 什么 眼见自己赤手空拳不是对手 黄飞红便顺走一把路人的大刀 随即再次追赶小偷 第一 我不是走狗 第二 我已经放你一把了 谁用你放 我不会输给你的 说吧 两人再次交锋 然而就算黄飞红手是长刀 也依然不是小偷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黄飞红一直处于下风 恰在此时 火车喷出一阵蒸汽 小偷见状不愿再与之纠缠 便趁着蒸汽顺势逃脱 可黄飞红还是不死心 于是再次追赏 要让对方道歉 跟你道歉 当然了 你刚刚误会我了 好好好 对不起 还有啊 让我打一巴掌才行 躲 这瞎不算啊 有本事你打呀 听到这话 黄飞红当即放下大刀 准备和小偷展开肉搏 只见他率先出手 却被对方一脚踢开 眼见其他拳法不行 黄飞红便摆出最八仙的架势 最拳是吧 当然了 你以为我脱晕啊 小偷见此情景 当即来了兴趣 要和黄飞红切磋一番 可正当黄飞红即将出手时 一旁的火车却突然开走 黄飞红见状也顾不上比试 只能连忙追赶火车 好在有个好心人相助 才让他成功上车 小妈变成了一个古董玉玺 而真正的人身 却在那个小偷手里 因为害怕被黄其英知道 是自己弄丢了人身 所以黄飞红只能暂时将此事瞒下 不料几人刚回宝质林 买人身的陈老板就赶了过来 这下的黄飞红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小妈看出两人的异常 便询问他们原有 得知黄飞红弄丢了人身 小妈便拿出珍藏的大萝卜 想以此蒙混过关